各位 现在我们来到了第一轮搜证的环节 刘警官呢 已经找到了一些线索 但是因为两位卧底心里发虚 所以他们会在大家看到线索前 偷偷接头商量对策 现在所有人进入隔间 你哪个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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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戏足的呀 啊 接下来请混入其中的两位诈骗分子出现 这是什么 位子 还没关系 有十多团的 这并不太轻微闻了 可离开 有十多团有本师 这个历史肯定工具 这是少年 还有十多 有十多 好 找到回事 冰啊 恭喜黑龙白哥再续前缘 成功升级为卧龙凤厨 本期王牌对王牌的主题为反仗 特派你们二人扮演诈骗团伙成员 咱俩是冤枉谁啊 沈根 你已经被冤枉了 冤枉斩粮啊 保重 好 所有人可以出格间了 接下来我们可以来共同分享一下 目前我们拿到的证据 王牌自护卓睿不凡 飞鹤心飞帆卓睿含乳铁蛋白和十倍益生菌 给宝宝王牌自护力 接下来进入飞鹤奶粉王牌卓睿自护时刻 笑花 笑草案来站到中间来哪三位 来吧 笑草 哥 你看看我们是不是真心相爱的 他实打实地给我转过账 他怎么会骗我 13块1毛4和5块1毛2 目前看贾玲说的话里 没有要钱的意思 没有 对没有 我被人骗了 我还跟人要钱 杨阳给你发过好几条语言 对 都是情啊 爱啊什么的 把语音播放出来 大家听一下 杨阳对贾美丽说了什么情话 赶紧起床 贾美丽 是她 是她 工作这么晚 赶紧睡觉吧 贾美丽 谁都不上当 你说说 赖我吗 哥 那你的钱被谁骗了 我觉得我俩不就要见面了吗 就奔线了 结果奔线的途中 他忽然发生了一些事情 然后让我给他打4万5过去 他有点急用 跟你说 要是你 你打不打 我不打 不是 对面是杨阳 我得打 然后打了4万5过去 稍等 我打断一下 抱歉 我问一下 杨阳给我发的那个 是梧桐找杨阳录的吗 杨阳本人录的 那我给转4万5 有什么问题啊 我都转少了 他应该不是骗我 他是爱我的 你这个太容易上当受骗了 不是 你要是杨阳阳 我肯定不会上当受骗了 你杨阳 你 也看对象 对 我这边说有事 顶多买果篮看看吧 要钱没有 哦 有事 血